MING PAO CANADA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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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 來分享現在在美國發生的很嚴重很嚴重的事情 然後我再介紹一下 OK 我有兩個頻道 一個叫做 AI NEWS 愛報導 這是一個關於時事的 關於新聞的 還有我們當基督徒 我們身為基督徒 要怎麼用聖經的角度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另外一個叫做 Project HIP Christian 顏值攻略 我跟我的太太在後面這個地方 一起在用一個頻道 就是來傳福音 然後用歷史還有 特別是美國的歷史來講述現在發生的事情 還有我們現在的美國 離之前建國國父他們 理想中的美國差了多少 然後最主要是要傳達聖經的價值觀跟道德觀 所以說我在開始之前 我要先講清楚一個事情就是 我不是一個什麼變性人專家 那我對變性人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研究 那我們今天或所有這些報告 還有這些數據 全部都是根據現在的報導 還有美國大型的公司 大型的民調公司 還有美國的人口普查來的 那首先這個圖表 現在注意的重點就是 變性人的人口是不斷地在成長的 那這一點很奇怪 就是各位應該可以知道就是 沒有所謂的變性的基因在這個地方 DNA裡面沒有任何的變性在裡面 因為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就是男的其實他是女的 女的其實是男的 然後基因上面有問題的話 他們是不會有後代的 但是很奇怪就是 他們的人口是不斷地在成長的 那這張圖示來自於NIH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上面數字顯示的就是 從2007年開始 變性人的人口是不斷地在成長的 不斷地在變多的 越來越多的人說自己是變性人 然後在2015年的時候 已經有超過0.045%的人 說自己是變性人了 人數還是很少 那2015已經快要10年前了 那根據2016的NPR的報導 全美國大概有140萬的變性人 大概佔總人口的0.6% 那最多的就是在加州 2016年的時候 加州就有21萬8千人 接下來是佛州 紐約 伊利諾伊州 城市越大 人口越多 變性人就越多 而且他這個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人口一多的時候 他這個變性人的比例是比 你人口少量超出來好多好多倍的 這個是2017年的數據 根據加州 13到17歲的孩子 每100個裡面 就有一個是自稱是變性人的 所以你們教會有多少人 各位知道一下 有沒有超過500人 還是300人 300人 那根據這個比例來講 在年輕人族群裡面 13到17歲的 就有三個是變性人 照道理講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他們 就每100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 是對於自己的性別認知是錯誤的 然後這個數字是不斷增加的 而且年齡是越來越低的 有越來越多的小孩 在自己的大腦還沒有發展完成之前 就直接被這個社會洗腦了 那這邊是來自2022年 來自Pew Research的統計數字 那這裡可以看到 好像其他的歲數的這個都還好 但是我們現在的年輕一代的人 18到19歲的人 有2%的人 說自己是變性人 所以說有2%的人 在18到29歲之間 每100個人裡面 就有兩個說自己是變性人 然後也有3%的 說自己是非二元性別的人 他們沒有說自己是變性人 但是這每100個人裡面 就有3個人說自己是性別不確定的 我可能是男的 我也可能是女的 我可能是男人跟女人什麼東西 還有現在有什麼 我是一隻貓 我是一隻狗 我是一隻鯨魚 各方面的很奇怪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性別是流動的 那這些都還是成年人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因為學校的教育 還有社交媒體 對於變性人的吹捧的後果 那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在乎這個變性人多寡 那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跟基督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我們為什麼要在乎這個議題 很多父母會認為說 這個很好啊 這個很先進啊 這個是自由啊 這個是甜味 男人跟女人 其實是被這個西方社會的文化 還有信仰塑造出來的東西 其實世界上是沒有男人跟女人這個東西的 很多父母呢 在自己孩子出生之前 會辦一個Gender Reveal Party 有人參加過嗎 那就是說 他弄一個蛋糕出來 然後有什麼氣球啊之類的 然後出來如果是粉紅色的話 就是女的 然後呢藍色的話就是男生 來公佈這些小孩的性別 那現在有父母舉辦同樣的派對 OK 然後呢出來的氣球就是什麼灰色啊 黃色啊 然後粉紅不知道什麼顏色 說這些小孩的性別 是未來這些小孩可以自己選擇的 等於就是說 性別不是定下來的 性別不是你出生了之後 然後一個嬰兒在前面 有這個男性生殖器還是女性生殖器 這些都沒關係 這東西是以後 小孩自己可以去選擇的一個東西 很可怕的是 這個已經在我們的社會 變成了一個風氣 現在加州所有的公立學校的廁所 都開始有non-binary的廁所 OK 各位有看過這樣的東西嗎 就是這個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 OK 男生只要認為自己是女生 就可以去上女生的廁所 女生如果自己是 認為自己是男生的話 就可以去上女生的廁所 我每次講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錯亂 不太知道我到底在講男生還是女生 那不只是廁所而已 還包括更衣室 淋浴間 沒有錯 你的女兒去學校 或是去健身房 她會全身被一個男生看光光 女人失去了自己的隱私權 必須要跟變態的男人 在一起共用淋浴間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還不是普通的男人 OK 普通的男人 像你跟我共用一個淋浴間 就已經很奇怪了 她還是要一個心理變態的一個男人 跟她共用一個淋浴間 認為自己是女生的男人 各位知道VSPA之前發生個事情嗎 VSPA這個事情 很多華人很愛去的一個亞洲式的三溫暖 我是沒有去過 好像是一個什麼韓國的這個東西 那這是一年之前發生的這個VSPA事件 就是女人失去了廁所 女人失去了更衣室 女人被規定要跟男人一起洗澡 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可以讓男人進去女人的部份 展示他腿 在其他女人的年輕小女人 你的VSPA 我們VSPA 批准那 你這樣說嗎 影片中還有另一名顧客在抱怨 要求水療中心退錢 在這部影片流出後 有第二位受害者也上傳影片 說明自己在2020年1月 她和六歲的女兒 就曾親眼看到一名留著鬍子的裸體男性 與兩名女性友人在女用區域走動 就是這個樣子 你的女兒 或是你現在去三溫暖的話 OK 你要跟男人一起洗澡 然後有抗議人士去 他們被打 就是基督徒的抗議人士去那邊舉牌子 他們被打 說他們歧視 他們 就是對這些人不尊重 他們不多元 不包容 還有呢 就是這些變性人 其實是奪取了女人的榮耀的 屬於女人的榮耀 這個男的 最高的這個 這邊這個男的呢 叫做Will Thomas 她現在改名叫做Laya Thomas 說自己是個女的 她是費城 NCAA大學聯賽的總冠軍 她參賽了之後 打破了各式各樣的女子游泳比賽紀錄 她被各式各樣的雜誌 選為風雲人物 只因為她是個變性人 只因為她是一個男的 然後參加在女子比賽裡面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就是 這一個男的 奪取了這些 這些女人的榮耀 奪取了女人的機會 奪取了這些女人的獎學金 然後逼著我們一定要接受她的議程 很多女生 她努力去練游泳 然後練身體健身各方面的 只是為了要在體育場合裡面 得到一個好成績而已 但是現在被一個男的 比他們高出來一個頭兩個頭都可能 然後就只是因為這個樣子 她就奪取了這些屬於女生的榮耀 然後我們被逼著 一定要接受她的議程 她在她的interview上面講說 她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邪惡的人 要反對她跟其他女生比賽 她拿到這些獎項跟這些榮耀 非常開心的 她說我是非常開心的 非常榮譽的 我不懂為什麼這些女人 會反對她去跟她們比賽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在反對她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要讓她不開心 那不只是游泳而已 這些變性人 在各式各樣的女子運動上面出現 而且得到了各式各樣的冠軍 刷新了各式各樣的紀錄 長跑 自行車 橄欖球 舉重 手球 排球 各式各樣的地方 女人都失去了榮耀 女人都失去了機會 都失去了獎學金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是很少見的 一定都是很遠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案例 這個媽媽 她的名字叫做 Abigail Martinez 住在Arcadia 沒有錯 就是我們附近的那個Arcadia 我從小長大的那個Arcadia 她的女兒叫做Yeli Martinez 之前就讀Arcadia High School 華人花了幾百萬買房子 只為了要進去的這個Arcadia High School 這個是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小時候 然後她的女兒長大了之後 她說她的女兒 從國中的時候開始有心理疾病 然後開始有憂鬱症 她媽媽跟學校說 你要可不可以注意一下我的女兒 結果這個學校馬上就開始把這個女兒交過來 然後就說你心情不好對不對 你很難過對不對 你活著沒有目標對不對 可能是因為你性別錯了 可能是因為你性別錯了 他們什麼都沒有調查 什麼都沒有管 就直接說 應該是你的性別有問題 你可能不是個女生 你可能是個男生 Arcadia High School 鼓勵這個小孩 這個小女生 去參加LGBT的活動 這樣子你會更開心 然後呢 鼓勵這個小女孩去施打荷爾蒙 然後呢趕快去做胸部切除手術 然後你沒有錢沒有關係 你媽不准沒有關係 社工會找錢給你 學校會找錢給你 LGBTQ這個東西 政府會把錢送到你的口袋裡 讓你去做這個樣的手術 OK 這個媽媽聽到這樣的東西 各位都是父母 你聽到這樣的東西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我是叫你幫助我的女兒的 結果你怎麼聊一聊之後 我的女兒變成了個變性人 然後要去把她胸部切掉 然後他們是個天主教的這個家庭 學校的這些社工跟他們說 你們不可以去教會 你們不能讓這個小女孩去教會 教會會批判她 教會會束縛她 讓她不能做自己 左上角這邊是一個她的演講 她在上面講說 我在跟我女兒要見面的時候 那個社工就跟我講說 你不可以提到神 也不可以提到聖經 你如果在這個會面當中提到的話 提到任何關於基督教的東西的話 你這一輩子都別想見你的女兒 根據這個媽媽的回應 這個Yeli Martinez 是全家最女生的一個小女孩 從小最喜歡穿裙子 最想要當一個小公主的一個小女孩 然後這個小女孩 當然經過這些東西之後 思想就越來越錯亂 因為你本來思想就已經亂了東西 然後現在它要讓你亂到 你連性別都搞不清楚 然後學校LGBT的組織 就跟那個小女孩說 你現在是不是感覺更難過了 對不對 你離開家庭比較好 你離開你媽比較好 可能你媽就是被教會被聖經束縛住 所以說她也要拿這一套東西來束縛你 你要離開家庭 你要離開這個東西 社工會帶你走 那怎麼離開呢 她說你去跟法院說 你去報警 說你媽打你 你媽家暴 然後你就可以離開家裡了 然後社工就會幫你找地方住 你什麼都不用擔心 政府會幫你去做這樣的東西 這個小孩Yeli Martinez 就在一個身心都不健康的情況下 誣告了他的母親 這位媽媽不可以跟他女兒見面 一個禮拜只能見一次 而且每次見面的時候 要在法院跟社工的陪同下 然後跟剛剛講的一樣 每次去見女兒之前 社工都會跟這位媽媽說 你跟他見面的時候 不可以提到你的神 如果你說到神的話 如果你說到聖經的話 如果你說到耶穌的話 你這一輩子都別想再見到你的女兒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在2019的一天晚上 這個小女孩 跑到Asusa的一條火車軌道上面 臥鬼自殺 站在那個地方 就是這樣舉著手 然後被火車撵過去 她全身被火車撵碎 她媽去停屍間的時候 只剩下一堆屍塊 什麼都認不出來 變性的抑乘 變性施打的荷爾蒙 變性的療程 並沒有幫助她的女兒 變得更快樂 更找到自己 反而讓她的女兒 變得更憂愁 憂鬱症更嚴重 而且學校的社工 社區提供的這些心理醫生 不但沒有給她女兒 任何的心理治療 反而是督促她的女兒 繼續變性 脫離家庭 更不認識自己 更活在人生的疑問當中 最終這個小女孩 這麼年輕 高中生而已 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個事情 就發生在Arcadia High School 就是我們的華人區 離我們一點都不遠 那我們現在的社會 其實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社會 我們華人 不管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台灣來的還是香港來的移民 來到美國都覺得說 美國是代表自由的 在美國就代表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以前覺得就是 美國女生可以穿著比基尼到處走 這些就是自由 對不對 那現在的自由代表什麼 以上是現在的自由 現在自由代表 吸毒合法化 墮胎除罪化 殺小孩除罪化 墮胎除罪化 就是殺小孩除罪化的意思 離婚除罪化 兩個人在一起 離婚了之後 你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不需要任何的這個東西 你只要覺得說 我覺得我想離婚就好了 同婚合法化 變性合理化 合法化 合法化暴力 現在說就是 變性的這個議題 其實跟所有的議題一樣 就在提倡一個非常基本的東西 就是驕傲 特別是青春期的小男生跟小女生 這些小男生小女生想要被注意 他們想要變得不同 他們想要變得跟別人不一樣 他們認為說 我已經長大了 他們跟父母不一樣 這個社會所有的這些習俗 禮儀信仰都是捆綁 簡單說就是 與其跟他們父母一樣 敬拜他們父母的神 他們想要敬拜他們自己 那公立學校還有我們的政府 就看上了這一點 知道說如果說他們要選票的話 他們要未來這些選票的話 如果要經費的話 只要裝好人就好 帶領這些小孩 來推翻他們的家庭 推翻他們的父母 推翻自己的人生 那這一切全部都是從 08年這個Prop A 同婚合法化開始的 當時我們改變了婚姻的定義 當我們的社會同意了 男人跟男人可以結婚 女人跟女人可以結婚 他們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那既然婚姻跟男女都沒有關係了 沒有任何男女的限制了 那為什麼任何其他東西 需要有男女的限制 簡單說就是 如果神建立的婚姻 都沒有太大的意義的話 那為什麼任何其他東西需要有意義 婚姻的關係如果不是一男一女的話 我們接下來討論就是 那什麼是男人 那什麼是女人 為什麼性別不可以跟性相一樣 對不對 只要我感覺我是什麼就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世界不以我為中心 為什麼這個世界不是以我說的算 所以說他們最推崇的 現在所有的議程 就是以自我為中心 一個自我崇拜的方式 那自我為中心什麼意思呢 這邊有個解釋就是 自我中心思維最終目標是 滿足自我跟自我驗證 只維護自身還有自身的利益 為最重要的重點 在進行自我中心思考時 我們總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那些跟我們觀點不一樣的人 不一致的人全部都是錯誤的 那在形而上學的層面 說自我中心提出這個 以我為世界的中心 為這個世界的起源 因為世界對於我來說 是建立在我的感覺上面的 因為這個世界的中心是我 所以世界可以被我改變 只要我改變我自己的感覺就好了 知識論上面講說 自我中心主義 否認知識的真實性 認為我才是最根本的 還有最權威的 那理論學上面是講說 我只接受我的思想的支配 所以道德只是我的本性 對於我的思想的約束而已 所以這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的道德觀 跟價值觀 一切是我可以決定的 簡單說就是 自我中心就是自我的感覺最重要 客觀的事實 以及可以根據我的感覺而變化 那這一段這麼長是什麼意思 我舉個例子就是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活在我的地方 這個世界其他東西其實都不重要的 都是假的 只有我自己的感覺是真的 例如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身高 我就不跟各位說我多高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可以進NBA 我覺得我應該要跟Kobe Bryant一樣 被全世界的人崇拜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的身高 我的體格 然後我跑兩步就累了 我根本就不是一個打籃球的料 但是只因為我覺得 所以我就要逼著各位 每一個人都要服從我 那如果說你告訴我實話的話 如果你就跟我講說 Ethan說真的 OK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神給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呼召 你或許去其他領域的話 可以做得更出色 可以變得更開心 你更能做自己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這樣子對我來說 就是你不看好我 你沒有看清楚真正的Ethan 長什麼樣子 你在歧視Ethan 你要被攻擊 你要被封殺 這個理論聽起來非常的愚蠢 聽起來就是 怎麼可能會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已經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各位有沒有聽過就是貓人 就是一個男的覺得自己是隻貓 然後花了好幾千萬 把自己的臉打碎 然後把自己變成一隻貓一樣 還有一個什麼蜥蜴人 他們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把舌頭貼掉變成兩個可以這樣子動的 我沒有把照片放上來 因為我相信各位應該 對那個不是很有興趣 我這邊只是形容一下 他們就是做了全身的手術 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生物的樣貌 然後要求所有的人 都要服從他們的心理問題 那不只是這個樣子 如果各位有看AI news的話 我們之前有報導過 有一個女生 她覺得自己是個蝦子 所以她就把自己弄蝦了 她從自己就失明了 自己就是個蝦子 然後她有一個人 一個男的 她認為說自己是殘疾人 她覺得她自己只有一隻手 但她其實是個正常人 然後她就要求醫生動手術 把自己其中一隻手砍掉 那你這樣子看的話 一般的人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就是腦子有問題 你怎麼可能是個正常人 然後你要刻意把自己說成是個殘疾人 他們的心理疾病是在跟他們講說 你是一隻貓 你是一隻狗 你是一隻蜥蜴 然後他們就上網去求幫助 然後他們得到的回應不是說 你可能心裡有問題 你可能去看一下心理醫生比較好 他們得到的回應反而是 你好棒 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就是在做自己 你好勇敢 你好好加油 你一定可以變成一隻貓 你一定可以變成一隻狗 對不對 你就是一隻貓 你就是一隻狗 你這個人的這個形象 反而是在把你這個困惑住了 把你限制住了 你其實真正的你就是一隻貓一隻狗 聽起來很好笑 但是真的在我們的時代發生 我們這時代在告訴他們說 勇敢的做自己吧 OK 所以現在所有的議題全部都是一樣的 全部是以自我為中心 然後如果有人說出事實的話 就是歧視 就是侮辱 就是不包容 就是不多元 這個就是不承認客觀的事實 一切以這個自我感覺為主 自我感覺大於客觀這個事實的例子 這個是Alan Page 各位有看過他的這個電影嗎 他是一個最新的變性人 之前叫做Alan Page 現在叫做Alan Page 他演過很多個作品 例如像說Juno 《全面啟動》 跟李奧納多演的那個 各位有看過嗎 然後還有X-Man 他是跟那個范冰冰一起演的那個 他是演那個在那邊摸著那個人的頭的 他演過很多作品 然後之前他就突然消失了 他並不是很有名 但是最近他的新聞開始被大肆的報導 因為他現在決定他是一個男人 然後他的決定 他的新名字被大肆的報導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還當上了這個 《時代》雜誌上面的封面人物 他在《時代》雜誌上面說 We know who we are People cling to these firm ideas about gender Because it makes people feel safe But if we could just celebrate All the wonderful complexity of people The world would be such a better place 就這樣說 我們都認識我們自己 人們堅持對於這個性別的認知 因為這個樣子的想法 會讓他們感覺到安全 但是如果說我們可以慶祝 所有多元的人性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好 他的意思就是講說 所有這些男人跟女人的這些規定 其實全部都是在限制你的 全部都是文化造成的 你是男的其實是因為這是文化造成的 你是女的其實是因為文化造成的 跟事實跟什麼DNA 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切都只是他們想的就好了 那我們可以討論就是 為什麼左派要利用自我中心的人來控制人呢 自我中心的價值呢 例如說這個Elliott Page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當不存在父權主義的時候 當這個白人至上都被挑戰的時候 之前Elliott Page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付出 全部都變成到了一個 全美國令人髮指的白人男性的身上 好像白人男性 在美國唯一能成功的途徑 就是說她是個女人 就是把她自己的性別變掉 就是服從左派他們的想法 事實上就是 左派或者是民主黨這樣子 是拒絕人類的多元性的 拒絕多元的想法的 他們只把人分成兩種 一種是受害者 一種是加害者 那通常各位基督徒 就是被說成你們全部都是加害者 這個人各位認識嗎 這個有一個白人一個黑人 白人各位認不認識 不認識 她叫做Rachel Levin 她是個變性人 她前幾年才變性的 她是我們美國的 國家衛生局的健康部長 我們找一個變性人 來當我們的健康部長 然後她同時還是海軍上將 在美國是非常非常大的官 她提倡一個東西 如果一個小男生 他喜歡紅色跟粉紅色的話 各位想想看 一個男生喜歡粉紅色或紅色的話 代表什麼 對他來講就是 其實那個小男生是個小女生 父母就是要把那個小男生洗腦 成為小女生 如果說給他買什麼消防車 或警車的這個玩具的話 你就是在迫害這個小男生 對不對 這個小女生 他們拒絕相信 男生也可以喜歡粉紅色 男生也可以喜歡紅色 那基督徒對於同性戀的這個 也承認同性戀是很複雜的 因為這個社會的多元性 很多的人可能會對於同性產生吸引 但是左派把這一切全部都推給了 就是他們被社會壓迫 社會讓他們不自由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簡化社會多元性 而且是不接受任何人類思想的多元性 當我們只因為一個小男生 想要穿粉紅色T-shirt 我們就篤定他是小女孩的時候 然後我們教育告訴他們說 一定要把他們打扮成女孩的時候 其實是在簡化這一切的 而不是接受 其實小男生也可以喜歡粉紅色的事實 左派可以藉此達到目的 如果說我們上司的這個獨立思考能力 我們就會自動忽略到事實 而且而以自我為中心 來作為基礎的這個知識 現在在美國的在上掌權者 我們立法院的這些立法委員 非常多數的都是認為 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為認知的人 就像我們一開始講到的 以自我為中心的這些立法者來立法 這樣子有很多喪失人性的這些法條 會變成法律 我今天有帶了一個 最近加州政府立的這些法 不是最近 這幾年來是加州政府立的法 非常非常可怕 等一下我會一點講 那就像在學校裡面這些激進的性教育 告訴你的孩子 想到男生女生都可以 告訴他們吸毒 是好的 變性等等 都是好 一切都是你的自由 因為其實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個樣子才是真正的自由 就是利用這個樣子的方法 左派控制了小孩 而且左派控制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他們不在乎 他們把國家搞亂搞垮 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面 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我掌權才是最重要的 我掌權才是這個社會 要依照我的方式去做的最主要原因 就跟這個Alan Page在上面說的一樣 他剛講的這個東西 We know who we are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虛假的謊言 不只是他 我們人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都不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這個是歷史上最可怕最無知的想法 而且可以追溯到人類 為什麼一開始會墮落 回到伊甸園裡面 就是驕傲 魔鬼就是利用驕傲 來讓你就是犯下第一個罪的 你其實比神還要了解你自己 你其實比神還要認識你自己 這邊有個分別三棵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吃吃看 你不吃怎麼知道呢 你不吃怎麼知道呢 你吃了之後才會知道 讓這個亞當跟夏娃犯下了原罪 這個我比任何人都還要認識我自己 我比亞利斯多德更了解人性 我比神還要了解說身體跟靈魂的關係 我對於性別的了解高過於就是 2004年之前所有的人 這個I know who I am的想法 其實是一個真正的驕傲 這個我的身體是屬於我的 在這個宏觀的歷史上 其實是非常特殊的想法 同時也是對自我認知的一個誤解 那我來告訴大家為什麼 在基督教裡面 我們並不擁有我們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們沒有創造我們自己的身體 之前去世的一位這個廣播主持人 叫做Rosh Lindbergh 他說我們的身體是跟神界來的 我們無權決定什麼時候來到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也沒有任何權利決定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這個世界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身體 是神免費賜給我們的一個禮物 我們要管理我們的身體 我們有理智 我們有意識 我們有義務 要來為了給我們這個禮物的造物主負責 我們不需要回到中古世紀來證明這個想法 一直以來都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思想 我們只要回到美國憲法的第一句就好了 我們的造物主賦予我們這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我們有義務要使用神給的權利 來建造一個好的政治體系 我們要對彼此負責 我們要為了更好的目標更大的目標犧牲 這一切都是重要的 那詩篇第119篇1到6節他們說 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 這人便為有福 遵守他的法度 一心尋求他的 這人便為有福 這人不做非裔的事 但遵行他的道 耶和華啊 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 為要我們殷勤遵守 但願我行事堅定 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我看中你一切的命令 就不致羞愧 就是聖經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負責 我們要為神的國負責 我們有義務對神負責 Alan Page 在這邊說 I know who I am 其實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想法 英文叫做 Gnostic Dualism 中文叫做無知二元論 就是我可能看起來像個女人 但是我內心深處 在一個非物質的空間 其實是個男人 很奇怪就是 左派雖然同時在推動 靈魂跟身體是分開的 靈魂跟身體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他們同時也在推行一個 完全相反的主義 物質論主義 就是我們其實什麼都不是 我們只是一堆蛋白質 組成的肉走在街上走來走去而已 我們只為了我們的欲望而存在 各位有沒有聽過Sigmund Freud 他的想法就是 我們人做任何事情 都只是為了幾件事 就是性愛 金錢 享樂 我們就是來到這個世界上 來去做這樣的事情的 沒有任何的更高的目標 沒有任何的道德價值觀 一切只是為了性 還有享樂而已 我們的欲望是沒有任何理性的 沒有任何意義的 只是我們的大腦 告訴我們一個錯覺 一個無神論的想法 我們只是進化論的一部分 人有靈魂 靈魂跟身體可以分開的 跟我們沒有靈魂 我們只是身體 我們只是進化論的一部分 這兩個想法是完全對立的 一個有靈魂 一個沒有靈魂 但是左派他們卻可以同時推進這些 完全互相相似的想法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這些理論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這些政治人物來說 沒有任何的意義 左派只有一個政治目標 就是推翻所有的社會制度 促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人類學的這個理解 都跟亞利斯多德一樣 亞利斯多德一樣 他的這個理論就是 我們有靈魂 同時也有身體 我們的靈魂代表說我們有義務 我們的義務就是好好的使用我們的身體 但是這個想法 左派有時候接受 有時候不接受 不接受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有靈魂的話 我們就是被造物 而且有義務 左派顛倒事實 然後創造了這些所謂的一堆 你現在聽到的多元 其實背後是有目的的 就是我們沒辦法跟他們辯論任何的東西 因為當他們在腦子裡 同時又有1加1等於3 然後又有1加1等於2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失去這個思考能力了 你跟他們吵什麼都沒有用 你跟他們說什麼他們都聽不進去 而且如果你堅持就是要靈魂跟我們的身體 是沒有關係的話 同時又要堅持就是我們的靈魂 我們又有靈魂又有身體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達到任何的一個共識 或者任何的答案 這個就是左派的目標 對於他們來講 你想什麼 各位想什麼 其實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他們要推行他們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政治正確這個東西 每天都在改變 每天都在變 目的只是為了要削弱你對於世界 還有對於你自己的理解而已 當他們這樣子推行任何事情的時候 發布任何假的新聞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他們是對的 不是因為他們很聰明 不是因為他們給了你很多數據 而是因為各位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 讓他們有權利來控制你的機會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大家對於公立學校的想法是什麼 公立學校會害你的小孩嗎 是不是老師都是對的 我從小到大都被灌輸這樣的教育 我小時候跟爸媽在學校的時候 我不聽話的時候 爸媽是不管我說什麼的 說老師怎麼會錯 一定是你上課不專心 一定是你怎麼樣 已經好幾代了公立教育 當我們把我們教育送給 教育小孩的權利送給學校的時候 送給政府的時候 政府就變成小孩的父母 就會有這個樣子的東西出現 那變性這個議題 其實真的是在傷害我們的 傷害我們家庭的 還有傷害我們跟孩子的關係的 而且傷害孩子的本身 我們身在加州 全美國最糟糕的一個州 道德最敗壞的州 現在我們的學校 全部被教師公會掌控的 加州的法律規定 一定要教導小孩這樣的東西 所有的性教育性解放 全部都要教導 那我其實想跟各位說就是 不用擔心你的小孩沒事的 基督徒就是要出去做炎做光 但是其實我這樣講的話 就是在我們在自己騙自己 而且對各位家長很不負責 我們絕大多數的人 常常會因為工作 為了一份薪水跟世界低頭 我們很多基督徒是在左派的公司上班的 然後我們也告訴我們自己說 要入境水屬 對不對 我們雖然是基督徒 但是聖經也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我們要靈巧像蛇 對不對 我還這個樣子的環境的工作的話 我們說不定還可以跟他們傳福音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跟彼得三次不認主一樣 我其實也不是很熟 但是就是一個心靈寄託 宗教就是要勸人向善的 對不對 我們這些成人 在社會上都已經 在這個世界上 都已經很難做一個基督徒了 但是我們卻要我們的小孩 去學校做世界的炎跟光 在他們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就叫他們出去做炎做光 抱歉 很不可能 所以說我們一直都非常地在推行在家教育 父母要把教育放在手中 我這邊有帶來兩個資料 是來自州議會的候選人 Suyu 這裡告訴各位 就是加州的政府正在教導什麼東西 而且是一定要教導的 一定要洗腦各位的小孩的 Termacula學區 覺得說這些教材 我來翻幾頁給大家看 這個是各種不同的性愛知識 還有性愛關係吧 然後各種不同的家庭 然後像這個樣子的一個圖案 這些是在12歲以下的教科書上面出現的 而且加州規定一定要放在你的小孩的教科書裡面 我講完了之後會讓大家去傳閱這兩份資料 然後Termacula學區覺得這些教材很糟糕 他覺得說我們這些學生不允許這些教材在我們的學校裡面發生 我們的州長Gavin Newsom 就罰款了他們150萬美金 各位聽了沒有錯 如果學校不教導這些東西的話 是要被州政府罰錢的 我們的州政府就是要來洗腦我們的孩子 我講完之後等一下可以去傳閱一下 看裡面的字還有裡面的圖 還有就是我們的教育到底在教些什麼東西 那身為家長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是要奪回我們孩子的教育權 我們要開始homeschool 我們的小孩家庭教育 或者在台灣叫做家庭自學在家自學 現在美國有非常多homeschool的資源 而且我們要親自的參與在孩子的教育裡面 我們要跟他們一起讀書 而且要跟他們一起討論他們現在學的東西 我知道很多家長很害怕 家庭裡面少了一份薪水 好可怕 小孩平常在家裡就不聽話了 現在天天要跟小孩在一起多麼可怕 但是很抱歉各位 我必須告訴各位 教育本來就是父母的責任 信仰跟習俗的傳承 一直以來都是上一代傳給下一代的 為什麼我們這一代 還有我們上一代的這個叛逆期這麼嚴重 就是因為我們這兩代 跟我的父母那一代 都是接受公益教育的 他們會說的好好聽 就是人人有書讀 人人有遺傳 大家都可以上學對不對 在美國從小學到高中 甚至幼稚園都是免費的 3K to 12 12年級都是不用錢的 那告訴各位一個常理 就是當一個東西是免費的時候 你就是那個商品 當你把你的小孩的教育拱手讓人之後 被賣出去的 就是你全家的價值觀 還有你全家的和諧 變性的議程為什麼會侵蝕現在的家庭 就是因為我們長時間以來 把我們孩子的教育送給了政府 讓政府幫我們的孩子做決定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這個 教育有關的這個資訊的話 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的參考資料 那我們AI News有一個家庭教育社團 裡面有兩個家庭教育這個達人 一個叫做Lily 一個叫做Sunny 他們兩個人的孩子 都是家庭教育出來的 在紐約還有一個叫做 政力心牧師 他的YouTube頻道叫做崔浩澤 他常常辦特會 也有很多線上講座 各位可以去那邊參加 總之我們不要認為就是說 我們只要選票 就可以來拯救我們的學校了 或者是我們只要某個政治人物上台 就可以用政治的力量來推翻 或者來影響我們的教育系統的 不是這個樣子的 真正可以在孩子心中有影響力的 就是各位父母 而且我們要跟我們的孩子一起學習 那如果說你的孩子 現在已經開始叛逆了 已經被公立學校扭曲了 那請你親自的謙卑下來 跟你的孩子一起認罪悔改 接下來這個是很多人不喜歡聽的 我認識一個牧師 前一陣子跟他聊天 那聊一聊就發現 他對於認罪還有悔改這個東西 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樣子你說的方法 好像不太符合聖經 聖經上好像不是這樣教導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好吧其實我老實跟你說好了 我會有這樣看法呢 是因為就是 我的兒子是個同性戀 他很聰明 OK 從小也在教會長大 也在帶敬拜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離開教會了 然後說自己是同性戀 我還是跟他保持聯絡很好的關係 但是我一直沒有辦法逼他 活得跟這個 把基督徒的生命活出來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不要被冒犯 你有沒有帶著你的兒子認罪悔改過 他是一個牧師 你會覺得就是牧師一天到 你叫人認罪悔改 牧師帶人認罪悔改 應該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吧 他停下來 看天花板 大概看了一分多鐘 然後轉過來跟我說 我們對於認罪悔改改的觀念 其實是要改變的 然後什麼 其實我們對於認罪悔改 你看我們這個 我們也不能怪神啊對不對 那我又沒做錯事情 那我怎麼能就是怪神 所以說如果我沒做錯事情的話 我怎麼能逼著我自己認罪悔改呢 因為做錯事情又不是我 反正是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總而言之你在我腦子裡聽起來就是 OK你沒有帶著你兒子認罪悔改 你沒有帶著你的任何人認罪悔改 那我就跟他說 神沒有做錯 神也不會做錯 所以神也不用認罪 但是他有沒有教我們怎麼悔改 他有沒有親自的悔改給我們看 他有沒有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怎麼做 他把他的獨子耶穌送給了我們 做給我們看 一個無罪的人 最後為了我們喪失之家 親自的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犧牲的愛 親自的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悔改 所以沒有錯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孩子已經走歪了 已經開始有這樣子變性的人 LGBTQ的傾向 他的手機裡面已經是有六色彩虹旗 各式各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能做的 當基督徒父母要做的就是 親自的做給我們的孩子看 我們低下頭 帶著我們的孩子一起認罪悔改 告訴我們的孩子說 我們的生命是屬於神的 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帶領他們 教導他們 告訴他們說 這個世界上是有真理的 是有事實的 而且是有規範的 而且全部寫在一本書上 這本書詳細的解釋說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最常提到的就是人類的驕傲 而且因為自己的驕傲 扭曲事實還有律法 還有人類其實不知道我們自己要什麼 每次當以色列人被神譴責的時候 都是因為以色列王的驕傲 每次當神責罰一個人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因為那個人的自以為是 約伯只是運氣差 而且他沒有被神懲罰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只有我罪我了解自己 這是一個自大自滿 不但危險 沒有辦法幫助到自己 而且還會壓迫其他人的想法 只有我們認知到我們自己的不足的時候 然後真正了解神創造我們 其實是有意義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了解造物主是怎麼看我們的 左派他們想要做到的就是 建立一個思想的巴別塔 所以不能有多元的想法 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 每一個人都無法思考 每一個人都可以以為他們 都可以以為可以依照自己而得到自由 其實他們只是被左派利用 當奴隸而已 來建立這個他們的巴別塔而已 所以說 不管這個世界變成什麼樣子 不管加州變成什麼樣子 不管教育變成什麼樣子 世界在敗壞 我們很難過 我們要禱告 我們要做什麼 但是都沒關係 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是掌握我們孩子的教育權 我們要守護我們孩子的存真 跟神的公益 就是我們當基督徒的義務 也是我們每一個當基督徒的呼召 每一個父母都要當一個剛強的父母 每一個父母都是最愛自己孩子的 而且只有我們知道 我們才會最愛自己的孩子 只有我們會保護我們的孩子 把我們的孩子放在人生當中最重要的地位 除了家庭教育以外 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帶領我們的孩子 親自地培養他們的責任感 跟自我約束 自我學習的能力 我們的父母最重要的就是 幫助我們的孩子 找到他們的呼召 而且當美基督徒最大的呼召 就是要跟隨耶穌 所以這段經文是最重要的一節 就是不管這個世界如何敗壞 不管這個社會多麼險惡 不管功利教育多麼的無恥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在這個黑暗的時代 我們只能靠著跟神一起努力 跟耶穌一起背著十字架 帶領更多的父母一起守護孩子 我們就可以得到最終的勝利 在地上的勝利 就是我們孩子的正直 以及跟我們未來的方向 在天上的獎賞 就是神在天堂的門口跟我們說 你這又良善又衷心的仆人 這是我們想要得到的 我們最想要得到的獎賞就是這個